我們就用下面一個實際的例子來看法拉第定律和冷視定律的應用 在這裡我們有磁場,磁場的方向是射向紙面 然後我們有一個線圈,這個線圈是以藍色的長方形畫出來 然後我們施於一個力F,然後以V的速度把這個線圈往這邊拉過去 因為我們所施的力是F,我們這個移動的速度是V 那麼這個所施力對於這個線圈產生的功率就是P 那麼我們假設從這裡到這裡的長度是X 這裡到這裡的寬度假設是L 所以在這個線圈裡面有磁通量的部分就是這個部分的面積 這個磁通量的值就是磁場的大小乘以這個面積 所以就是這個磁場大小乘上這一塊有磁場通過的面積 A就是L乘上X 當我們把這個線圈這樣子拉過去的時候 這個磁通量是有變化的 因為雖然磁場不變 但是這個磁場通過的面積越來越少 所以它會產生一個感應的電動式 就像我們在前一頁所講的 就是這個部分的線段 因為通過這個磁場的關係 它在這個磁場裡面移動 它會使得正電荷跟負電荷被驅動往某一個方向跑 譬如說在這裡 磁場之項內裡面受到的正電荷 跟著往這邊移動的時候 然後由F等於QV 所以正電荷會往這邊移動 它就會產生一個往這個方向移動的電流 所以它會產生一個往這個方向移動電流 然後經由這個線圈流回到這裡來 它要驅動這個電流 它的電動式是多少 這個電動式我們知道 從前一有我們知道 它就是等於負的這個磁通量對於時間的這個微分 這個有一個負號在這裡 這個負號忘了寫 大家補一個負號在這裡 它就等於負的BL乘上dt分之dx 因為B跟L磁場的大小跟這個寬度 L都是不變的 所以它可以從微分拿出來 乘上dt分之dx 好 那我們這個東西移動的速度是往這個方向 x的量值是越來越小 所以我們知道dt分之dx 這會等於負v 就是它往這邊移動 v是往右邊的 所以等於負v 然後負負得正 所以這個感應的電動式 會等於bl乘上v 然後呢 這個它所導引出來的電流的方向呢 會是這個方向 這我們剛才講的 你可以從這個 這一條導線呢 被磁場 就是掃過磁場的時候呢 所感應出來的這個 這個 羅倫之力呢 你也可以知道 正電量會往這個方向跑 所以電流的方向呢 是這個方向 好 那麼它感應出來的這個電動式呢 除以這整個線圈的電阻r 那就得到它電流i 就等於r分之ε 就等於r分之blv 我們這裡假設 這整個線圈 繞一圈回來的電阻值是r 好 那我們接下來再來看 因為這個線圈上面 每一個線段都有電流i 那這個電流i呢 我們知道 當你一個導線上面有電流的時候呢 那麼它在磁場裡面 它就會受到一個力 譬如說呢 在這邊 電流是這個方向 電流是這個方向 那麼呢 根據我們在前兩章所學到的 一條導線上面有電流 然後呢 在磁場裡面 它就會受到一個力 在這裡 電流方向是這樣 磁場是設像子面 所以呢 在這邊 這一條導線 我們把這一段導線呢 叫做導線1 好了 那這一段導線呢 就會受到一個力 f1 這個力的方向呢 是朝這個方向 因為 你可以從這個 i l b 你得到的 i l close b 你得到方向 是這個力 好 那 這個力呢 是f1 那 這個力的大小呢 就是 i l 乘上 b 好 這個力的大小是 這一段的長度 l 這一段的電流 是i 乘上 b 好 因為這整個線圈呢 是等數前進 那就表示呢 在 這一個軸向呢 它所全部 就是 在這一個軸向 就是在 這一個方向呢 它全部所得到的力呢 合力為0 那麼它才等數的 向右邊前進 所以呢 我們就知道 這一個力的大小 f1 跟這邊所適宜的外力 拉它走的這個力呢 的大小 應該是要一樣的 因為 它是等數前進 所以呢 我們這個 所適宜的外力的大小 我們就可以把它算出來 它就等於 i l b 那 i的大小 我們知道 就是r分之 blv 把它帶進來 所以 我們就得到 我們所適宜的外力 能夠讓它等數前進的 這個外力呢 的大小 就是等於 r分之 b平方 l平方 v平方 那我們再來看看這一段電流 這一段電流呢 它也會受到 這個磁場 給它的力 電流的方向是這個方向 磁場方向是攝像紙面 所以 由 i l b 我們可以得到 這一段 它得的力呢 是往這個方向 這一段呢 電流的方向是這個方向 由 i l b 你會得到 你會得到 所得到的力 是這個方向 那 這兩段電流 長度一樣 大小 電流的大小一樣 所以他們所得到的力的大小會一樣 但是方向相反 所以這一段力 和這一段力 會互相抵消 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 那我們剛剛已經求出這個力的大小是 r分之 b平方 l平方 v 那我們又知道 這個力呢 是以v的速度呢 拉著這個線圈前進 所以呢 它的功率呢 是fv 所以整個功率呢 p等於fv 就等於r分之 b平方 l平方 v 再乘上這個v 就等於r分之 b平方 l平方 v平方 所以這個是 我們外界私語的這個力 所提供的這個功率 那 你可以看到 這整個系統呢 它是以等數前進 表示在動能上面 它沒有任何的變化 所以呢 表示呢 我們所私語的功率 一定是被這個系統 所消耗掉 那它被誰消耗掉呢 它就是被這個 電流流過這個 整個繞一圈的這個電阻 r 所消耗掉 那 對於這個電路來講 消耗掉功率就是什麼 消耗掉功率就是 i平方 r 這是我們在 第27章講的 那 把i平方帶進來 這個i平方帶進來 然後呢 乘上r 它也等於r分之b平方 l平方 v平方 所以我們就得到 這個外界所私語的這個力 f 它所產生的功率 fv 就是被整個電路上面的 這個電流呢 跟這個電阻 所消耗掉 那至於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 在另外一個軸向的這個力呢 是互相抵消的 那在這裡也看得出來 那這兩個軸向的這兩個方向的力呢 就是這個第二條電流 就是這一段的電流 跟這一段的電流的大小 好 所產生的力的大小 就是ixb 好 我們剛才已經看到了 就是呢 在一個區域裡面的這個磁場的變化 或如果你有導體呢 就是去掃過這個磁場的話 那麼呢 你會感應出這個電動式 好 那麼從圍觀的觀點 我們也可以知道 這個導體呢 在掃過這個磁場的時候呢 會因為螺輪之力 把他的電荷呢 從一個方向 推到另外一個方向 而產生這個電動式 然後呢 因此產生電流 那我們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如果你要有電流發生的話 那麼呢 表示在圍觀的觀點 有電場去驅動這個電荷去移動 好 那就是你要讓電流發生 其實呢 就是你有一個 產生出來的電場 這個電場不管是你外加的也好 或因為這個磁感應也好 好 去造成電荷的移動 那這就是電流 那不管是磁場的變化所造成的 磁通量變化所造成的 或你外加電場所造成的 那麼對於這些電荷來講 他 對他來講 這些都是一個外在的影響 對他來講 他並沒有任何感覺 任何不一樣的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就用這個例子來看看 假設呢 我們有這個黃色的這個區域 是磁場向內的這個區域 假設呢 這個磁場的量值呢 原來是B 那磁場的量值增加 那麼呢 我們在這個區域裡面呢 放一個紅色的這個導體 譬如說一個銅線放在這裡來 那麼呢 當你這個磁場增加的時候呢 表示這裡面的磁通量呢 是增加的 那這裡面的磁通量增加的話呢 那麼它就會感應出一個電動式 這個電動式呢 會驅動這個電流 然後呢 這個電流所產生的磁場 會來對抗這個磁通量的增加 在這裡磁通量呢 是向裡面增加 所以它感應出來的磁場呢 是射出紫面 好 那在這樣的情形底下呢 我們說呢 在這個銅線上面有電流發生 那麼對於這上面的電荷來講呢 這個有電流的發生呢 它其實代表的呢 就是每一個電荷都感覺到有電力去驅動它 你可以說這是感應出電力去驅動它 那麼呢 這個電力呢 除以這個電荷量 就是這個電場 好 那我們呢 說這個電場呢 你如果走一完整的回圈 就是這個整個回圈呢 的這個電動式 好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個電場 好 你做這樣一個完整的這個回圈 的積分 就是這個電動式 就是負的dt分之d5b 這是我們之前講的 好 那我們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你可以把 這樣一個感應出來的這個電動式 視為是在微觀裡面 那視為是在微觀裡面呢 這微觀的這個觀點呢 每一個電荷受到一個感應出來的這個電場去驅動它 那我們這裡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看 我們這裡的電場做積分 就是做一完整個積分 就是這樣子繞一圈 繞一圈回來呢 這個電場呢 做積分 是整個繞一圈的這個電動式 是負的dt分之d5b 可是我們要知道 如果說我們是由純電荷 比如說由正電荷在這裡 負電荷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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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正電荷到負電荷產生的這個電場 那因為呢 靜子的這個電荷所產生的電場呢 是一個保守場 那我們知道一個保守場呢 你如果說這樣的環狀積分呢 就是出發點跟這個最後積分的這個點呢 中止點是同一個點的話 那保守場的積分會得到0 所以呢 這裡要注意的是 我們這樣子的方式 所產生出來的電場 和由靜電荷所產生的電場呢 是不一樣的 那就是在那裡呢 靜電荷所產生的電場呢 事實上是一個保守場 而在這裡不是 那另外還有一個要注意的是 我們在這裡呢 放了一個銅的導線 那我們會說感應出一個電動式 那在這上面有電場 即使這上面沒有一個導體放在這裡來 那麼你只要有電荷在這裡 它仍然會受到同樣的這個驅動的力量 它同樣會受到驅動的力量 如果說這個電荷走的是這樣完整的一圈 那麼呢 它所感受到的電場的分佈 在有導線跟沒有導線的時候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 這個導體的這個線 不管是銅線或什麼導體線 即使沒有在這裡出現 即使沒有在這裡出現 那麼因為磁場變化或磁通量 所產生的電場仍然是存在的 不因為你這裡有沒有導體而不一樣 這個電所感應出來的電場 是因為你的磁場的變化所造成的 那有導體沒有導體 結果不會有任何不同 我可以說一下 小燈 我可以說一下 我可以說一下 那麽 這個線 有些線